感谢神,感谢Aself of Jesus给我们这个机会来为神做见证 我是新成灵阳堂,也是福大梦想家的志杰 感谢神总为我们的学校总是开道路还请神机 因为神是为爱祂的人预备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见的祝福 在福大梦想家当中,神把许多的祝福跟恩典都放在我们当中 从一开始,在我今年是大二的学生 在我进学校之前,我们在新成灵阳堂也有 就已经有姐妹他们在学校当中,已经为了我们学校祷告了两年之久 他们一直不断地祷告,但是总是没有看到什么事情发生 但是感谢神,祂真的把祝福跟恩典一直放在我们当中 我们在去年开始,我们开始了我们的福大梦想家 我们开始从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 甚至我们连个社团都不是,我们就开始慢慢来建立我们在学校当中的一个聚会 然后感谢神,祂一步一步的带领 让我们每一次每一次在祝福当中都有不断的突破 然后让我们看见祂真的是又真又魂的那一位神 虽然在小祖当中好像我们不断地在经历祝福 可是仍然有许多的祖缘,他们并没有真的经历到神 很多人的生命他们只是停留在,就是他们觉得对小祖是一个很欢乐的地方 然后很感动的气氛 然后我们也不断地在祷告 感谢神,每次当我们在不断地祷告之后总会有许多的神迹发生 当我们在祷告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主人更进一步来经历神的时候 我们教会因此在天国文化特会当中的经验跟学习 透过我们过去参加天国文化的经历 我们开始属于自己在教会当中的神大能聚会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连自己能做什么都不知道 甚至我们对这场聚会的事情其实也充满了害怕跟疑惑 但是当我们教会当中这宏格就跟我们分享到 他说神大能特会没有小型神大能或者是大型神大能 因为我们倚靠的是同一位神,是满有同一位神 当我们领受而且相信一定开始服侍在当中担任我们的一致同宫的时候 我们就不断地看见神迹发生在当中 有许多人就可能被一致 其中更有一位梦想家的祖宫 他只是第一次来到教会就建议少神一致的大能 他原本就是打排球受伤的手其实好像是无名指 就是整个他一到教会的时候他整个是包大起来 然后整个腫的跟就是比他的手还要腫了两三倍大 整个就是缠得很严重 可是在教会当中他被人祷告的时候就感到他的手指 就觉得他手指有在跳动也得到了八成一项一致 甚至在他离开教会的时候他手上的宫带已经全部都拆掉了 而且不止如此在祷告当中一致同宫跟为他祷告出他人机上面的需要 让他在第一次来到教会就经历到耶稣 也甚至到神对他神秘当中所要放下的祝福 在经历到主人被医治和自己祷告看见神机之后 我们就更有信心 我们就更渴望可以让更多校友的人经历到上帝的大能 所以我们在福大梦想家当中我们也要有神大能的小组 因为我们相信不在乎人多人少更没有所谓的小小型神大能这种东西 因为我们相信的是同一位耶稣 所以在小组当中我们分享我们主缘得一致的见证 分享我们看到的一致神机 分享到耶稣的爱 我们同时也为每一个在场的人来祷告 神大能小组中没有牧师传道 没有音乐私情 都没有这么好的舞台跟灯光 但是就充满耶稣满满的爱 在许多成员在祷告当中 他们也经历到耶稣的爱 也在第一次的分享中敞开他们分享彼此他们生命当中最深的需要 感谢神 当我们选择信号神的时候 神就带领我们 也为我们开许多的道路 在这次神大能的小组当中 许多成员开始渴慕 开始渴慕神 也开始来相信神的大能 而我们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相信 其实不在乎我们能做什么 而是因为耶稣的爱 我们也相信神大能并没有解说 而祂只是个开始 相信神会在福大当中会行更多伟大的工作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相信的幸福 感谢神将一切荣耀歌给他